郭文貴議員 這個因為我事實上我已經準備好了啦 就是這個朱立倫長期讓這個傅崑崎 在地方這樣霸凌自己黨內的同志 我從今天開始我宣布退出國民黨 那就是不想要再受這種委屈啦 那我是一個盡忠職守對黨 非常愛國 非常愛這個黨 那結果受到這個傅崑崎還有張毅華這樣長期的霸凌 尤其動不動就是排黑排黑 弄得我現在好像全國最黑的議長 那為了傅崑崎為了打壓我 他可以用民進黨來排黑 國民黨來排黑 然後把我用到全國最黑的一個議長 我LED二審到現在根本就還沒有定業 那真的很委屈啦 反正一言難敬